你见过姬皇帝三大卡组中的空地卡组吗 一回合召唤出五只怪兽就算了 居然还能合体成为姬皇帝中的空地 卢奇亚诺发动交替召唤 通过将要受到攻击的对象召回卡组 特召一只攻击力更低的怪兽上场 卢奇亚诺要召唤的是天空之河 与智慧之河一样只要被破坏就会引出空地 然而卢奇亚诺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陷阱卡基流葬 效果是破坏掉全场的怪兽 于是由于天空之河被破坏的原因 卢奇亚诺可以召唤空地的组建了 召唤姬皇帝之空地无限 姬皇帝之空地顶部 姬皇帝之空地攻击部 姬皇帝之空地防御部 以及姬皇帝之载部 至此卢奇亚诺解锁一回合召唤出五只怪兽的成就 发动姬皇帝之空地无限的效果 合体召唤姬皇帝之剑魔马虎的空地 反正我的评价是不如置地炫耗 自大到极致的卢奇亚诺让二龙兄妹放马过来 看着没有缓过进来的龙可龙亚 太一三皇帝中的另外两位 看得那叫一个来劲 龙亚在此刻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但他又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断代栗子球提醒龙可小心 怪兽精灵们在空地的身上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龙亚的回合还没有结束 覆盖一张陷阱卡结束回合 轮到卢奇亚诺 陷阱卡陷阱震 在这回合无效发动的陷阱卡 原来卢奇亚诺还是个精英牌佬 知道先锁住对方玩家的后场 命令空地发动直接攻击 削减了龙亚大半生命值 随后身为左撇子的卢奇亚诺覆盖章卡结束回合 龙可大力一抽 势必要为哥哥报仇 召唤阳光独角兽 除外墓地中的杂草 特殊召唤墓地中的包子 上升被除外怪兽的星级数量 与四星的阳光独角兽进行调整 完了完了 不会打牌的龙可果然中几 真的同条召唤出了古妖龙 发动一回合一次的怪兽效果 从手牌中特招出四星以下的怪兽 召唤妖精射手采取攻击表示 效果当场上没有一只光鼠性怪兽存在时 给予对方玩家400点伤害 而如今龙可的场上有两只 所以说要给予卢奇亚诺800点伤害 龙可与龙亚瞬间惊呆 为什么你受到的不是真实伤害 好家伙 你怕不是机器人吧 龙可覆盖两张卡结束回合 这时家长团恰到好处的找来 看见与质地同款的空地时 游蟹瞬间意识到不妙 如奇亚诺进入自己的回合 发动空地的同条杀手效果 一回合吸收一次对方的同调怪兽 这一刻龙亚也是响了起来 这不正是游蟹告诉他的饥黄地卡组吗 只见古妖龙被再次扭头 是,就得到我们的 有证明,当下卡组被证明 又将近期帯 与赎本人之后 又闲 人之后